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这是什么玩意儿 鱼刺 在她的嘴里发现的 哼 不吃 这不是雷石的尸体 不可能吧 你们记不记得 有一次我们跟彩云天的人 在一起吃饭 发现雷石他从来都不吃鱼的 那次在餐桌上刚好有一盘鱼 他还为此而大发雷霆了 对对对 那件事我也想起来了 那么他人现在在哪里啊 是啊 如果雷石还活着 那他可能是杀死雄严的凶手吗 这有可能是个阴谋 有人想利用雷石 这只不过是一个替死鬼 而且 从地图上来看 他也曾经去过石桥东 只是凶手想借他来引开我们的视线 我觉得 这很有可能是彩云天内部的人 雷石根本就没死 大石头底下压死那雷石 他不是真的 换句话说真的雷石 他还在人间 他很有可能躲在暗处 借机出来再次杀人 我敢肯定杀死雄严的就是他 至于说呢 他在石桥东布下替死鬼的阴谋 我想你们当中应该有人知道吧 常言道 天网恢恢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我希望你们放聪明一点 早早告诉本官 好让这个案子了结了 这一呢 可以让死者得到昭雪 二呢 你们也可以早点回去 听明白了没有 我希望你们 你们这里有些人 今天就能向我告密 否则不是我危言耸听啊 你们今天这演出 不一定太平 我很难想象 今天这场演出 能够安然度过 你们好好想想吧 写 丫头姐姐 你很聪明啊 一学就会 七老爹 丫头姐姐 非常聪明 一学就会啊 真的 真的 谢谢你啊 小兄弟 小兄弟 你们三个人 什么时候走啊 这个案子不破 飞燕姐姐和公尊大哥 都不会走的 小兄弟 依你看 这个案子 什么时候能破呀 只要把雷石抓到手 就可以破案了 雷石 这雷石 他不是死了吗 七老爹 你可能不知道 雷石找了一个替死鬼 布下这个局 造成一个他死的假象 有可能他现在还在附近 真的 真的 这几天我都在帮助查案 发现了很多耐人询问的疑点 还好 飞燕姐姐和公尊大哥 都在帮助刘大案查案 要是你喜欢的话 我可以坐下来给你想讲 好 来来来 来 坐坐坐 你在想什么呢 我在想 昨天要不是你帮助我呀 我可能会负伤的 你不想案情 在想这件事啊 老是想案情会钻牛角尖的 现在可以轻松一下啊 你在想什么呢 我在想案情啊 我在想 我们早点破案 早点离开这里 早点开始我们的江南之游啊 有时候吧 欲速则不达 既然有了新的线索嘛 我们就应该静观其变 我想呢 过两天啊 就会有新的变化 我们应该享受一下 风雨之前的平静嘛 你有没有想过啊 展昭会不会放弃 把包拯抓到向国寺呀 展昭呢 他聪明伶俐 不过他还是个小孩子 他还不能了解大人的心态 如果了解的话 一切都可以解决了 那他要是十年后了解呢 那包拯不是要逃十年吗 康小姐 请恕我直言啊 有件事 我要不说的话 我会很不开心的 讲吧 其实 我不是一个什么 灯头浪子的好色之徒 昨天康小姐她来的时候 我只是想多了解一下案情 没有什么非分之想啊 够了够了够了 我明白了 我还没说完呢 你也没必要向我表白 我没有说完 我还有下文呢 其实你身为女儿家 你应该了解她的心态的 是不是 那当然了 她昨天向我表白 表白 她向你表白什么 她说她身世很可怜 还说很多人误解她是水性洋花 熊岩和雷石都是因为她而大打出手 导致凶案发生 令她感到很内疚 够了够了够了 简直是一派胡言 我还没说完呢 我知道了 她呀肯定是一边说啊 一边痛哭流涕 装成楚楚可怜的样子 她肯定呀又赞你多才博学 说我认识你 是多么多么的幸福 对对 说她呢 是多么多么的可怜 对 她还有一种跟你相亲恨完的感觉 对不对 对对对 你已在门口讨厅了吗 女儿家 最了解女儿家的心态了 那你说 她是属于什么样的女人哪 卖弄美色 玩弄手段 深谋远虑 水性洋花的蛇蝎美人 你是认真的 十分之认真 你 你好自为之吧 来来来来 把东西搬进来 快点快点快 小心点啊 来来来 你这边放这儿 好 你把那个搬过去 好 你那些 放那边去 好 慢点 小心小心 放点 来来来 把这儿 来来来 我们要比所有的人 都要快一步找到雷石 趁她现在 还没有识破识中的秘密之前 把她杀了灭口 走了 笨蛋 杀她固然要杀 不过 这不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还有其他的目的 当然没忘记 好了好了 你们搬完东西可以休息了 好好好 休息了 辛苦了 辛苦了 走 走 等拿到东西 管她生死 喂 那件事想好了没有 让谁去 我去 你去 那我和司马昂干什么呀 你们两个继续装蒜 喂 你去我怕被别人识破呀 怕什么 谁要识破我就杀了他 哼 你不要忘记了 熊炎是谁杀的 凶手还没捉到呢 纵原说得对 所以我们还是要小心 任纵原 你先靠边这 我有话要跟他说 喂喂喂 我们三个人坐在一条船上的 你竟然这样说话 怎么样 纵原 不瞒你说 他怀疑 是你杀了熊炎 说我杀 任纵原 如果让我知道你是凶手的话 我一定会让你死得很难看的 我没杀 杀熊炎的人大有人在 是谁谁心里最清楚 我任纵原不会跟这种人一般见识 你 好了 你们还是想想明天吧 到了明天 我们就是要什么有什么的人上人了 康乔 公孙策 这个人诡计多端 你要小心一点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你就叫你这条狗把他杀了 我是狗 你是狗娘养的 我是狗娘养的 好了 你们两个不要吵了 小人参见庞小姐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叫你不要当着这么多人面 对我这么客气 下官之罪 下官之罪 什么事啊 是乔东有什么新发现吗 我的部下回来说 那一带有被挖过的痕迹 其他的就没什么了 那现在有驻守的官兵吗 有 有 各位相亲父老 下面由康乔姑娘为我们表演 奉舞九天 大家欢迎 撑上手 好 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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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 好 好 你好 oj 你 好 我 好 他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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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乔 康乔 你没事吧 各位 乡亲父老 由于康乔姑娘在表演时 不小心摔伤了 表演暂时结束了 小心 康乔姑娘 伤势如何 要不要我找个大夫 给你看一看 不碍事 大人 休息一下就好了 多谢大人关心 这个时候还是让康乔姑娘 回去休息 况且司马昂也精通医术 请各位回去休息吧 既然如此 本官就不打搅了 康乔小姐 有什么事叫我的卫兵来传达 好 谢谢大人 告辞 走 刘伯特 在 为什么守卫祠堂的士兵少了那么多呢 公尊兄弟 康乔小姐 我已经把大部分的士兵都派出去了 大约有一半人在石桥东守着呢 你是不是感觉到今天晚上有事发生了 看样子 我们要度过一个漫长的夜晚了 颜值有礼 到我房间去吧 是啊 下官为民请命 不敢怠慢 刘大人 我现在开始对你有所改观了 不敢不敢 走吧 走吧 丫头姐姐 这么晚去哪儿啊 我 七老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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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大人 公孙先生 庞小姐 你们有事吗 七老爹 您不舒服啊 没有 就病复乏而已 所以我叫丫头上山采药 丫头不会犯什么错吧 没有 我们只是刚巧看到了丫头而已 丫头 小心 山上的毒蛇猛兽 早去早回呀 丫头姐姐 小心点啊 对不起 各位 我要回房休息了 七老爹 我扶你回房休息吧 岂敢岂敢 谢谢了 我自己走就可以了 那你慢走啊 展昭啊 你不陪着丫头上山采药 做她的护花使者啊 要是白天呢 我就去了 对了 飞燕姐姐 你有没有发现丫头穿的黑衣服 跟那天和你在屋顶上打的黑衣人 穿的黑衣服有点像啊 哎呀 黑衣人就是黑衣人 黑衣人都是这模样 这有什么稀奇的 丫头穿上就有点奇怪了 说的也是啊 公孙兄弟 这么晚了还练书法呢 石桥冬 你在想什么呢 我在想 怎么找出雷石的下落 和其中的阴谋呢 石桥冬 还有鬼洞和祠堂 驿站 彩云天一道来雁阵 凶案就歼二连三地发生 班子里的主要弟子们 也是神秘诡异 嗯 而且像是勾心斗角 柳大人 在 有何指教 我想我们不能守住戴兔了 要利用你直舞直辩 我们去盘问一个人 当然可以 审问一犯是在下的本行 请问 是何人 任宗元 任宗元 他是凶犯 不一定 那天我跟他谈话的时候 我发现他对他弟子的情况 一知半截 我觉得这一点很奇怪啊 对对对 而且呀 这个人总是把妖魔鬼怪挂在嘴边 而其他弟子呢 却不以为然 所以呢 我非常想知道他的点心 好 下官立即把他招来 前面 我有一个很好的办法 不知适不适用呢 当然适用 只要是你的意见 那肯定是事半功倍 各位差大哥有何贵干啊 大人有令 传召任宗元 请 好 我跟你们走 林大人 任宗元带荡 任宗元 我问你 这世上真的有鬼吗 在下 不是危言耸听 世间真的有鬼 你是亲眼所见的 还是亲身经历过的 在下曾经目睹过 在哪 在何地 鬼是什么模样的 你说 在下曾经在京城演出的时候 下踏过一间叫云莱的客栈 曾经目睹过一个长发极腰的女鬼 那样子 非常恐怖的鬼 恕在下多言 班主 你是从那个时候就害怕鬼魂的吗 在下是 既然你如此害怕鬼魂 为什么不想一个解决的办法 而整天生活在恐慌当中呢 还有由于你的原因 你不怕影响你的弟子演出时的情绪吗 别 回答他的问题 魁禀大人 这个问题我想都没想过 不知如何回答 常言道 做贼心虚 平日不做亏心事 夜半不怕鬼敲门 任冬元 我问你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 大人 小人是仇法良民 我根本没做过什么亏心事 雄炎死后 你四处散播谣言 说什么玉离化作厉鬼到处害人 这分明是你自己掩护自己 雄炎是你杀的吧 你就是凶手是不是 大人啊 在下与雄炎无冤无仇 我怎么会 会杀人呢 争风吃醋 阴度成恨 杀掉情敌 这就是你杀人的动机 大人啊 雄炎 雄炎真的不是我杀的 是雷石杀的 小的真是冤枉啊 你又说是雷石 刚才你不还说是鬼魂吗 前言不搭后语啊 我看你啊 要不受点皮肉之苦 你是不会说实话的 来人 且慢 刘大人 在给他用刑之前 我们给他最后的一个机会 好 就依你 班总 事到如今 我想也不要把柳大人蒙在鼓里 案情一日未破 我想你一天都不能离开此地 如果你想澄清自己 最好呢 就是配合柳大人 把你知道的一切都说清楚 好尽快地抓住雷石 为人为己 你应该为你的雄炎兄弟 你考虑考虑考虑吧 大人 恕小人直言 在下真是有难言之隐啊 在雄炎死的前一晚上 雷石曾来我房 他要我为他解什么诗迷 还说 如果我将这秘密泄露出去 就要把我杀死 什么诗迷 冰冰 冰冰凉冰写 书书蜜蜜蜂 谁共涉流水 依仗 石桥冬 什么意思 你解开了没有 恕小人才疏学浅 我只理解字面上的解释 至于里面藏着什么内容 小人实在不值 你还有什么线索 要向本官提供的 在我们来阵之前 曾经一座道观 小人曾目睹过玉璃的幽灵 所以小人是 一来怕鬼 二来怕雷石 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 大人 雄炎真的不是我杀的 望大人明察呀 冰冰凉凉写 书书蜜蜜蜂 谁共涉流水 以仗石桥冬 他们找你干什么 还是那些事 他们现在啊 怀疑到我们头上了 你说了什么 我什么也没说 没说 你骗谁 没说你如此舒服的回来 四马 我希望你不要再疑神疑鬼了 如果我是你啊 应该求神拜佛的希望 康乔杰族先登 还有啊 但愿雷石还没有发现 失中的玄机啊 刘宗云 我还是那句话 如果被我发现 你令我图谋 对我不利的话 我第一个先杀你 请你用自己的脑袋 好好地想一想 我们都是坐在一条船上的 我就算不顾大家的利益 我也得顾着我的小命啊 刘宗云 你终于说出了一句人话 算你还识时误 冰冰凉凉血 书书蜜蜜蜂 谁共涉流水 义仗石桥冬 刘宗云 杀了他 是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这个老不死的竟然跟我过不去 他们是谁啊 先别管那么多了 你知道宝物藏在什么地方吗 我想就在这洞里 一定不在石桥洞 我也是这么想 但是 洞这么大 它能藏在哪儿吗 刘大人 来人了 你去外面看看 我仔细搜换 见识他们 你们几个过来 跟我进去 是 快看雷势在此 被人杀死了 被人杀死了 我们又来吃了一碰 飞燕战兆 你们马上回祠堂监视所有人 好 看谁有疑点 那我护送他们回去吧 哎呀 你留下来保护公孙大哥 是保护公孙大哥 你派几个人 跟着我们就行了 好好好 派你们几个 护送他们回去 是 走吧 快走 上下的人 给我仔细地搜 快去快去 是 冰冰凉凉写 书书蜜蜜蜂 公子兄弟 我看我们还先回去吧 我得保护庞小姐 要是她出了什么事的话 我这官职可就保不住了 我们明天一早再来查好不好 你开心吗 好吧 我们回去吧 不过 你马上要分排人手 把这里看守住 好 明天早上我们再来探查 好好好 哎哎哎 你们一般人留在这儿啊 把洞口守住 其他的人跟我走 是 且慢 等等 好 冰冰凉凉写 书书蜜蜜蜂 谁共涉流水 一丈石桥都 原来这首诗在这里 哎 公子兄弟 我看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明天再来好吧 好吧 来人啊 在来 回府 康条姑娘 哦大人 深夜到此不知有何贵干啊 没什么大事儿 我呢 是来告诉你一声 雷石已经被发现了 在鬼洞里被人杀掉了 啊 我呢 是来看看康桥姑娘的伤势如何 哦 大人 康桥姑娘刚刚入睡 请大人不要打搅他 嗯 多谢捕头大人 小女子的病情已经好了很多 多谢关心 好 那就好 告辞 来 来 他们一直在里头吗 是的大人 他们一直在里头 你们没有离开半步 没有大人 这就好 在这儿守着 是大人 哎 丫头姐姐 你出去采药回来了 各位 你们还没休息啊 齐老头 你既然终命在身 为何不卧床休息 哎呀 刘大人哪 小人的病是血气不足 热血上笼引起的 实在是睡不着啊 齐老爹 您病成这样 应该去找个大夫啊 何况丫头孤苦伶仃 也需要您的照顾啊 哦 我这儿还有一些银两 您先拿着 出去找个大夫吧 哎呀 这 对 公子 我是万万不能接受啊 万万不能接受 齐老爹 我们虽然是萍水相逢 但我们大家也算是朋友啊 而且这么长时间 得到你们周到的照顾 您就收下吧 对 收下吧 我说齐老头 不 大家一番好意 你就收下吧 是啊 你就收下吧 那就谢谢公子吧 哎 不别客气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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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走了 你慢慢看着吧 好好好 展昭走 走啊 齐老爹 那我就先告辞了 您不要过度操劳 要注意身体啊 谢谢公司关心 好 我们先走了 慢走 各位慢走啊 雷石跟熊炎 曾经是大打出手 展昭又看出 众人武功高强 今天在山洞里 又发现雷石神秘的死亡 到底谁是杀死他的凶手呢 我认为杀雷石者 必是康乔 这 何以见的呢 雷石这个人呢 素来与人不合 本人一定会有戒心 而康乔呢 善于利用美人计 周璇与众人之中 大灌迷他 令所有的男人呢 以为他真情真义 莽夫雷石呢 就必然上当 依我估计 全部都是康乔的诡计 他先杀了熊炎 制造了夷云 分散了我们大家的注意力 接着利用雷石对他的痴情 受寄予雷石 来找个替死鬼 等雷石完成任务之后呢 再杀人灭口 小姐 他明明在表演的时候 摔下来受了伤 他怎么又能跑到洞中 去杀人呢 再说了 下官派人 把他的房间守得很严密 他怎么能脱身出来呢 再说了 司马昂和任宗元 如果是他的同谋 那他们俩 又有不在现场的证据 此人诡计多端 同谋未必是在班内 莫非是 那天晚上 我们在屋顶 见到的黑衣人 绝不稀奇 好 现在事情已经快水落石出了 公孙大哥 还有什么疑点没有解决啊 还有很多疑点 现在这个案子 是越来越复杂了 真是案中有案 局中有局啊 公孙兄弟 也就是说 要了解这个谜 主要是在洞穴嘛 那明天我把这个洞穴 放个底朝天 这个命令不就解决了吗 这个案子不就破了吗 我现在还没有找到 足够的证据 指出康桥就是那个杀人凶手 就算是揭开这个秘密 现在也是无济于事 抓了一个康桥 会影响到我们很多事情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总不能让凶手消耗法外 我们现在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 只有利用康桥 才能帮助我们破案 刘捕头 在 我看这样吧 你再多给我一天的时间 我把洞穴的秘密给查出来 就能把凶手绳之以法 好 这件事就包在下官身上 冰冰凉凉 写的写跟学读音相近 你能猜出秘密在洞里 不在石桥东 算你聪明 过奖了 是我在推测的时候 把范围给缩小了 所以就能够确定 石桥东根本就没有秘密 后来利用这张地图 我才查出秘密 就在洞穴里 那洞里面 有没有双双秘密的风啊 有啊 里面还有没有石桥 还有流水啊 没有 不过呀 你刚才说一两天就能破案 这未免有点太夸张了吧 这得靠家父的一臂之力啊 两位 我认为啊 应该尽快到洞中 找出我们的东西来 之后逃走 速战速决 你又有脑子 刚才与我交手的那个人 武功高强 而且 公孙策已经惊动了官兵 并且把洞口封死 我们现在去 岂不白白地送死 你将雷石杀死 这实在不聪明 这样会节外生枝的 知道吗 你也责怪我 我还没问你呢 你为何要把狮迷供处 我没有供处啊 也许是他们在雷石身上找到了线索 知道了那首狮迷 是也非也 我心中有数 我们明天只有一条生路 如果我们明天按计行事的话 尚可享受荣华富贵 否则 各奔东西 各不各的 究竟是何人和你交手 公孙策三人无端出现 我早已质疑 而且他们认识 予离不浅 如今他们联合官府 我们万万不能掉以轻心 把握机会 尽快将它铲除 你们两个 不要愁眉苦脸的好不好 不要忘了我们此行的目的 我们几乎就要达到 不要功亏一篑 其中一名黑衣人已经受伤 依我看 依我和司马昂的武功 对付余夏的 绰绰有余 刘伯头 你听说过三年前 发生在官道的大劫案吗 这件事 我确实有所耳闻 那你知道 当时负责调查此案的是谁吗 这个 这我就不太清楚了 不过我听说 当时负责审理此案的官员 先后都死掉了 这是什么劫案呀 跟这里发生的凶案 有什么关系呀 据说这个结案 发生在距离莱燕镇三十里的官道上 当时官吟呢 是由一位姓陈的大将军来护送的 在官道上 他们被凶徒所劫 全军覆没 至今仍然是一个悬案 而凶徒 到现在也还没有被抓到 玉璃在三年前又失踪了 而他所谓的灵魂 又在官道附近的洞穴里出没 洞穴内又有诗迷 雄颜和雷石可能知道了 诗中的秘密才被人杀害 所以我不得不把三年前的结案联系起来 怪不得你刚才说 这案子越来越复杂了 公孙贤弟 恕我直言 有的时候你把事情看得太复杂了 是不是会侮辱迷途啊 多谢刘伍头 不过我有事相求啊 明天你帮我把镇长叫来 我有要事问他 是 明日一切都会见分晓的 丫头 丫头 能不能用你的信鸽 把我的信送回卢州啊 卢州 对了 飞 飞 明白了 齐老爹 你早啊 公孙先生 你早啊 齐老爹 公孙先生 刚才说你要把信送回卢州去是不是 是啊 这是给家父的一封家书 事关重大 你放心 用我的信鸽送信绝对没问题 一定能送到 把信给我 好 谢谢啊 齐老爹 没关系 镇长找到了 去哪儿谈啊 大约是三年前吧 有一天我在街上 看见齐老爹 还带着个丫头 怪可怜的 我出去同情呢 就收留了他们 让他们在这祠堂里打理事了 那他们两个出现之后 有没有不寻常的事发生 大概一年前吧 他们两个一下子变得 变得什么 变得 变得神神秘秘的 后来 齐老爹还经常跟镇上的人说呀 导过你闹鬼 闹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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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跟镇上的人说 尤斯科 小心 你怎么样 黑眼 没事 你没事吧 快来快来 来了来了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怎么样 下关试识 下关该死 好了 别夸张了 镇长怎么样了 来人呐 在 在 抬下去 是 没事没事吧 我没事 赶快去追 赶快去追 快走快走 快走快走 丫头姐姐 你没事吧 这里很危险 赶快回去 刘大人 这是凶器 非燕姐姐 展昭 你没事吧 没事 皮肉之伤 袖手找到了吗 让他逃了 公孙公子 我在官兵那里 听说有人受伤了 特送来金创止血药 不用了 齐老爹 血已经止了 没什么大碍了 谢谢你啊 展昭 你看到凶手的真面目了吗 他用黑纱蒙着脸 我看不见 那是不是那天晚上 在屋顶上的黑衣人呢 我不敢肯定 你们看 这把刀像不像 死蟒表演时用的飞刀啊 有点像 这个死蟒 竟敢在太衰头上动土 我要把采云天的人 全部升至一方 刘捕头 你稍然物躁 你别忘了公孙策的话 行刺一事 根本与你无关呢 你呀 你不要鲁莽行事 我 是啊 刘捕头 你把庞小姐先送回去 展昭 你也跟着回去 齐老爹 最近你和丫头要小心谨慎 最近你和丫头要小心谨慎 如果遇到什么可疑人要冷静 千万注意安全 千万注意安全 谢谢公子关心 谢谢公子关心 刘大人 小人有一事相求 说 镇长知遇之恩 小人莫尺难忘 如今他死了 小人想去义庄拜祭一下 顺便慰问他的家人 好 可以 你去吧 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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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爹 您知道杏哥什么时候能回来吗 我看呐 非到未时不能忽必赖 他们在哪里啊 他们在房里面 大人 一直都在房里吗 对对对 一直都在房里面 跟我走 康乔小姐 在吗 康乔小姐 柳大人 请 四盟 本官怀疑你用飞刀刺杀阵长 来人哪 在 在 把他给我带回牙门去